另外女性朋友要特别注意的是有一名30岁的女子 生理期才刚结束就吃麻油鸡来进步 但没有想到一觉醒来呢竟然又大出血 原来是因为麻油姜和酒会促进子宫收缩和血液循环 让生理期的时间会再拉长 医师也提醒了麻油鸡还有姜母鸭这些食补 最好是要等到生理期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再吃比较好 天气冷手脚冰冷 一名30岁女子睡前喝麻油鸡暖身 一觉醒来心跳加快全身无力还大出血 原本刚结束的生理期又再回头 酒一之后才发现原来是补过头 那里面又有酒又有麻油又有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老姜 整下就是等于它不是一加一代二 而是一加一代三的效果 强烈的促进我们子宫的收缩跟这个就是血流的循环 曾经就有12岁小女生生理期刚过 家长就让她吃麻油鸡补血 结果生理期每10天就来一次 在量少的时候可以吃一点 但是不建议常常吃了 尤其是有子宫肌瘤 月经不规则或是经血量大的人 应该在生理期结束之后一个人再进步比较适合 否则过度活血反而会使经血拉长造成贫血